孫敬的各位领导 李立莲女士 林主席 及各位社区贤达精英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晚 黄梅绽放国运芳香专场 首先 小芳要对今晚来到现场的朋友们 对一直关心爱护 北美小芳黄梅艺术团的朋友们 表达深深的谢意 这台筹办了大半年的晚会 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作为晚会的总导演 艺术总监 此刻的心情难免有一些紧张 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 在北美举办以黄梅系为主题的专场 这是我多年的盼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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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 回想美美小号旁边艺术团走过的路程 不由得感慨万分 与许多离开故土 来到国外的艺术同仁们一样 我的艺术生涯 因为出国也从中度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年我29岁 在艺术生涯正出于上升的黄金年华里 来到美国 其后的十几年忙于家庭和孩子 人也到了中年 可是心中那团追求艺术的火焰 却比年轻时更加的炙热 作为一个出身于黄梅戏世家 年轻时还被成为 就是观众 一位小年凤英的黄梅戏演员 用深入骨髓 来形容我对黄梅戏的热爱 一点都不夸张 岁月无情 能改变沧海桑田 能夺走青春的容颜 可是我心中 对艺术的热烈 却从未改变 反而身处一份责任 一个在北美大地 传播黄梅艺术 在新的家园 弘扬中华文化的责任 是这份热爱 支撑的让我坚持 是这份责任 让我没有后退的借口 让我没有放弃的理由 令我欣慰的是 在这条追求艺术 洪遥文化的道路上 我并不孤单 有林主席等 各位社区领袖 一直给我鼓励 支持 厚爱 有艺术团的 各位同仁 姐妹们 一直相伴相随 有我的艺术同行们 众多的艺术大师们 给我榜样 给我激励 今晚的专场 就有好几位 著名的艺术家 与我们一起同台 给我们支持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他们 谢谢你们 当然 更有今晚到场的 各位观众 和没有到场的朋友们 因为有你们 此刻我站在舞台上 没有一丝的孤单 因为有你们 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 和喜悦 因为有你们 所有的艰辛 汗水和热泪 都是那么值得 那么令人回味 今夜 高铬满座 是艺术的魅力 让我们走到一起 今夜 宾客迎门 是文化的亲情 让我们相伴相随 朋友们 再次的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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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